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病毒 第二套病毒 它已经对12岁以下小孩子有感染了 所以我想就加紧 赶快把它做一些出来 从最小的来开始保护起 让幼稚园的老师 请幼稚园老师帮忙 让他们养成戴口罩的习惯 所以我就加紧赶工 赶快把它做出来 然后送给这些小朋友 未来的祖母 而中正国小校长蔡雪芳说 感谢卫廉公司的爱心 这是给小朋友最好的开学礼物 陈哲林则说 金门是全台湾唯一零确诊的县市 为了保护这块净土 能出一分力就要出一分力 她说大孙子七年之前 曾在陈幼就读 如今大孙和小孙分别在中正国小 要生小二以及小五 为了让小朋友多一分防护力 捐赠儿童专用口罩 学校师生的口罩 那老师每一位老师都会有 那小朋友每一位小朋友是迷彩的 那陈老板很细心很用心 他用了夹链袋 每个小朋友十片都装好 那小朋友除了平常可以应用之外 那个夹链袋以外还可以应用 就口罩用完了还可以再装新的 那我们就是很感谢陈老板 照顾我们中正国小师生 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对抗 这次华育能够成功 那这些口罩小朋友的 我们会到此会请各班导师 发给小朋友 那老师的拨我们学务室那边 会做处理发给各位 就是在我们学校的教职员工 陈哲林这一次听到 疫情又有变化 忙着赶制儿童口罩因应 一大早从东半岛的金湖工厂 开大卡车 再口罩到西半岛的京城 再顶着烈日 把一箱箱的口罩搬上搬下 亲力亲为的态度 让一盘的老师都对陈哲林的 爱屋及屋的行为 深深的感动